县府卫生局最近大动作抽验肉品卫生 包括了市场还有学校营养午餐等等 但是因为是突袭检查 事先没有先做好调查 15号这天意外闹了笑话 突袭检查的第一站来到了龟山的南美国小 今天刚好吃树 第二站卢竹的南海国小今天则是吃炸鱼排 在上午9点左右 南美国小的厨房里早就开始准备学生的营养午餐 只是放眼望去全是青菜和豆皮 原来这天刚好吃学校一周一天的吃素日 还好鸡茶肉品的卫生局人员 在冰柜内找到流样检体可以检验 校长徐志宏也只能提出相关证明 还有口头报告强调学校卫生安全 我们学校在开始午餐招标的时候 就在企业上面很严格的要求厂商 他所有的送过来的食材 一定要有出场证明跟检验证明 所以在学生的饮食安全上院 我们学校会努力做到把关的工作 在南美国小之后 卫生局大批人员又到附近的南坎国小鸡茶 可惜当天重点牛猪肌肉都没有 最后一样在冰箱内找到学校明天的预备食材 赶紧带回检验 卫生局这边一周以后检验报告出炉之后 我们会公布在卫生局的网站 然后供所有的县民以及家长来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这边也在呼吁消费者就是 针对目前整个尤其是肉品的安全 都能够选择对来源标示清楚的肉品来做选择 来保障大家自身的一个权益 卫生局会同小保官近日来大动作鸡茶肉品的卫生安全 就是希望保障民众吃的安全 毕竟桃园县不管是瘦肉精或是H5N2 似乎强强重担 要挽回民众的信心 恐怕鸡茶前准备工作也得做得更加完善 全文副桃园线新闻成明的采访报导